哼,要你套路不是套,坐你腿上坐死你 王爷,你快给柔儿看看你的手 方才王妃姐姐一定压到你受伤的手了 喂 王爷,你还是在生气吗 我方才真不是故意要坐你腿上的 你要是觉得实在吃亏,那我让你坐回来好了 王爷,来,只要能消气,你随便坐 把他吃了,你打翻药,做本王腿的事,本王可以既往不救 风兰一看着盘子里白白糯糯的糕点,眼角抽了抽 这一盘糕点里边也有毒,只是毒药的气味不如药碗上的浓郁 先是受伤,故意闹出大动静引他来 后是药碗,再是点心,连环人试探觉 莫其冤,果真是难缠得紧 王爷,我糕点过敏,可不可以不吃啊 不可以,只吃一块,不会死人 行了,别再试探了,我摊牌 我跟南京神医的确不只是相识的关系 详细说说 王爷,桂花糕里有断肠散,吃下两个时辰后会腹痛而亡 我还年轻,我不想死啊 那你可知,药碗上有涂的是何毒 唉,肺麻散,肉手微凉,随后带有灼热感 一般都是皮肤接触进入体内 一个时辰后,身上就会又痒又麻,又冷又热,痛苦万分 呵呵,那都是烈性毒药啊 这两种毒你是如何分辨出来的 闻,我的鼻子对毒比较敏感 你说跟南京神医不只是相识的关系 那你跟南京神医究竟是何关系 徒弟 他只想弄清楚三胎之事后就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自然身越平庸就越安全 这一 Meghan 好